這名村裡面有一位女子 當時她的狀態是半清醒狀態 懷疑服用了老鼠藥 這名女子也聲稱她的兒子有服食到老鼠藥 身處的位置在她們的住所單位裡面 警方聯同消防的人員奉召到場 由於拍門是沒有人認的關係 我們就破門閉了屋 在屋裡我們發現了一名男死者 那名男死者的位置 她當時養餓了在廳的梳化上面 她身上有一塊羽毛球白 而且是蓋住了一張被子 髮衣是有到場做檢驗 在她頸部的前半部分 我們發現了有比繩難過的痕跡 但是其他的身體部分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的表面傷勢 也沒有其他掙扎的傷痕 確實的死因 我們要留待驗屍和毒理的化驗之後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確認 但是初步我們相信 死者已經死去了大約一至兩天 在現場我們也找到一條大約1.4米長 綁在了一個圈的一條電話的充電線 這條充電線的另一端 看似被人扯斷了 比較了電話線的粗幼 我們初步相信 死者頸上被繩辣過的痕痕 是和這條電話線有機會有關的 除了這條電話線之外 我們在現場也找到兩包用過的老鼠藥 相信是老鼠藥 還有